台湾 日月潭 潭水涟漪 环山幽翠 景色迷人 1949年12月24日 坐落于潭边的潭力楼 迎来了一群不寻常的居住者 前中华民国总统 国民党总裁蒋介石 和他的家人随从 在那段日子里 人们常常看到蒋介石 泛舟湖中静坐独调 似乎过起了 咸云野鹤般的隐居生活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 内心并不平静 自1946年 他发动内战以来 数百万全副美式武装的 国民党军队 不仅没能消灭共产党 反而被小米加步枪的 人民解放军减灭了 尽管仍有一些残余力量 在大陆从事抵抗活动 但是被消灭 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国民党所能控制的领土 只剩下三万余平方公里的 台湾岛及附近的几个小岛 蒋介石并不想善罢甘休 他还盼望着能卷土重来 他在1950年元旦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学迟 从前种种 譬如昨日子 自后种种 譬如今日生 20世纪50年代 台湾人都必须学唱一首名为 反攻大陆去的歌曲 而叫嚣着要反攻大陆的主谋 正是蒋介石 1949年败对台湾的蒋介石 仍心存幻想 一心想反攻大陆 夺回江山 因此他以台湾为基地 制定了一连串的 所谓的反攻大计 他清理了一份规模庞大的 国光作战计划 积极展开各校实弹演习 而且还定下了反攻地日 也就是反攻大陆的时间 这是蒋介石 败退台湾以后 唯一的一个具体的军事作战计划 那么这样一份作战计划 是怎样诞生的 一路败退的蒋介石 如何守住台湾 并且图谋反攻呢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解放军乘胜追击 计划一举歼灭 国民党参与实力 解放军虽然连战结结 但是一支南下追剿蒋介石 残兵败将的部队 却在台湾海下的一个孤岛金门 遭遇了顽强的抵抗 这场战斗整整打了三天三夜 最后靠着熟悉海洋潮汐和海空军的优势 国民党军队击退了渡海而来的解放军 暂时获得了喘息 事实上 早在1949年1月5日 时局纷乱之际 蒋介石就已经任命亲信陈诚 担任台湾省主席 整编参与部队 防守台湾海峡 没有想到这个布局 居然成了蒋介石穷途末路下的一线生机 金门之战 让蒋介石重新燃起了希望 也让一路打胜仗的毛泽东 产生了警惕之心 只是双方都没有想到 金门之战 竟成为了日后 祖国大陆与台湾隔海对峙的开端 当时的台湾 犹如风中残烛 物资溃坝 社会秩序混乱 蒋介石为了守住仅存的海角异鱼 便开始整顿台湾 并且发誓在五年内反攻大陆 夺回他失去的大陆江山 他很大一个信心 定心丸 就是说 我台湾守得住 我用澎湖 这个金门 做战略终成的第一线 把澎湖当第二线 台湾当第三线 那总算退了那么几万里路 站住脚跟 这个战略部署 是蒋介石最后的希望 但是他没有想到 自己最依赖的盟友美国 居然不再支持他了 美国呢 说我们要从政治上看问题 不能从这个军事上看问题 那么什么叫政治 你要搞清楚 美国的敌人是谁啊 美国的敌人不是中国 是俄国 所以美国不能把他的 这个兵力 钱财 精力都来对付中国 而让苏联人在那看热闹 所以我们呢 应该跟中共建立联系 至少让这个中共保持中立 这样在美国和苏联之间 就有一个很大的缓冲余地 美苏就不会在远东 在太平洋发生冲突 那么怎么能够让 这个中共保持中立 或者是倾向美国呢 他说有一个办法 很简单 把蒋介石卖了 就完了 你把台湾让给中共 中共毕竟感激你嘛 这样子我们分裂中苏的 这个战略企图 这个所谓蝎子战略 就成功了嘛 1950年1月5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 公开表示 不介入台湾海峡的冲突 当时已经赴美求援一年的宋美龄 此刻也绝望地离开美国 黯然大击回到台湾 但是就在一个多月以后 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 与苏联结盟 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这让原本想拉拢中国 成为世界霸主的杜鲁门大失所罢 只好改变策略 实行风化中国的阴谋构当 1950年3月1号 蒋介石宣布复兴事实 正式恢复领导人职务 继续实行专制通知 蒋介石为反攻大陆的计划提出了 一年准备 两年反攻 三年扫荡 五年成功的口号 但是其实他自己心里明白 这个反攻大陆的美梦 没有美国盟友的支持 是不可能成功的 三个月以后 机会来临了 1950年的6月25号 朝鲜战争爆发 两天以后 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 通过了一个决议 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各成员国和地区 出兵朝鲜 支持南朝鲜的里承晚政权 而同一时间 美国总统杜鲁门 正式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 6月28号 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 美军协防台湾 顿时改变了两岸形势 朝鲜战争的爆发 使台湾间接获得了美军支援 防卫能力大增 1951年2月10日 美台签订了共同防卫协议 这一支协议 让一度陷入忽略无援境地的蒋介石 仿佛又看到了一次希望 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 为了避免美国两头应战 他采取了一个 可能在国际法上 是侵犯中国内政的这么做法 但是对他是像一个 就是预防战争 就是打一仗 防一仗 然后呢 这样避免美军投入两战 同时作战 这样一个艰苦冠军 蒋介石深知情报战对反攻计划的重要性 他派人在大陆拨下了一张情报网 我怕命当 也不相当在法花 通知识都妈 天道啊 这情报 这个要好好整理一下 但待你也已经死掉了 所以拍什么人啊 所以拍儿子 所以拍儿子间整理 谁都更做 在此期间 蒋经国还肩负着联系美国军援的事务 当时他担任台湾地区所谓国防会议副秘书长 表面上是个副手 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关键角色 蒋经国主导了台湾当局和美国中情局的合作 1952年 台湾当局和美军一个名为西方公司的情报机构 之间的合作计划悄然展开 位于台北中山北路三段的这一片空地 是美国西方公司在台湾的旧址 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 搜集大陆军事机密情报的秘密据点 当时有200多名CIA雇员陆续到台湾工作 一支番号34中队的特种部队黑蝙蝠中队在新竹成立 担负起空中电子侦察的任务 这时候我们就开始电子侦察 我们整个飞机上了 翅膀上 机身上都是一些天线 接收天线 为了要演示我们的行动 我们带了一些传单 我们就空投传单 蒋介石派出了技术最好的空军飞行员 替美国搜集大陆情报 以换取美元 在出生如此的任务中 黑蝙蝠队员还会面临祖国大陆亲人喊话的温情攻势 戴树青 祖籍江苏 在黑蝙蝠中队时期一共执行了78次大陆侦察任务 在一次飞往江西的秘密飞行中 从飞机上的监听频道里就听到了父亲的呼唤 我一听 我飞得好好的就愣了 我父亲讲 树青 我是你父名中 你的妈妈身体很好 你哥哥在这里也很好 听说你常常到这里来 这多危险呢 以后不要来了 我一听 他使个录音 然后忽然之间呢 下面的人讲话了 他说批两位飞行员 你现在对象多数度 前面跑道灯已经给你开开了 你落地之后论功行赏 一场场激烈的情报站 是这群跟着时代命运起伏的黑蝙蝠队员 每次前往大陆秘密飞行 都可能被击落 而死于非命 黑猫的话 那是YouTube 因为它发展出那种 可以高峰摄影的 那个侦查的 所以 所以其实说 比较不好听一点 真的是替美国人 不过当然也是替我们自己的反共道路 收集资料 美台合作表面上是要联手对付大陆共产党政权 但是骨子里美国始终坚持保台而阻止反攻大陆 1954年12月2号 双方进一步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 美国开始大规模向台湾提供军事和经济 以及在涉外事务方面的支持 台湾当局似乎是找到了一个靠山 但实际上 共同防御条约里也只提到了保台湾 但是不支持反攻大陆 无论蒋介石愿意或者不愿意 这样的合作框架他都得接受 那既然外援无法进入几亿 蒋介石就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了安身立命的台湾等岛上 一个计划逐渐的在他的脑海中成行了 金门 一个台湾海峡上的小岛 距离厦门接22海里 却是蒋介石束守台湾的最前线 美国也觉得要防卫金门马祖代价很大 所以就劝蒋介石放弃这个离岛 然后他美台防御条约就想不包括这一块 但是蒋介石当时不肯 不肯 最后实际上是美国做的让步 前来政府就是这样 舍那方看 就是说 我们要反攻台湾 那时候概念 金人医家 大家团贼 每一家住都有舍得很多盒 有建议在大陆作战失败 主要的原因就是精神战役的患散 那么所以要提升官兵的精神士气 所以当初在金门马祖就写下了很多这种精神标语 坚持到底 死里求生 不只是标语口号 蒋介石也表现在他的实际行动上 那么1950年的2月6号 国民党空军对上海实施了狂轰烂炸 这次轰炸呢 他们一共是出动了十几架次的飞机 头弹四十多枚 有十多枚炸弹呢 是准确地命中了杨树谱发电厂 当时呢 把杨树谱发电厂炸得是一片稀烂 我们知道杨树谱发电厂 当时是承担着上海的电力 是远东最大的发电厂 杨树谱发电厂的瘫痪 造成了上海电力损失80% 那么这个打击呢 是非常致命的 我们说这个南京路 海海路啊 自从开步以来 第一次全部黑灯 1955年凯旋计划启动 蒋介石以福建广东为目标 研究制定作战计划 凯旋计划是一个 反攻大陆的一个基础 去年他怎么样晓得利用这个大陆的地形啊 这个做涂上作业 这个计划的作业啊 历史半年就结束了 当然为什么没有继续的发展 可以执行的计划呢 因为发现中间有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在 怎么样把这个大军啊 从台湾用到大陆的这个地区 然后发动这个 这个登陆作战 兵力不足 缺少登陆艇 让凯旋计划无疾而终 两年后的初夏 中兴计划室成立 这时 蒋介石虽然补足了登陆艇 但是缺乏经费 中兴计划仍然失败了 那些被弃制的登陆艇和遍布金门的坑道 都成了无用之物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 四个月之后 他们却成了守护金门最重要的依靠 1958年7月14日 伊拉克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费萨尔王朝被推翻 为维护其在当地的利益 美国出兵入侵敌巴嫩 英军入侵约旦 中东形势骤然紧张 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 蒋介石认为 反攻大陆的时机已经到来 7月16日 他宣布所属部队处于特别戒备状态 同时 金门 马祖 与台湾国民党军队 先后进行了多次军事演习 加强对大陆的袭扰 面对此时的国内和国际形势 毛泽东作出批示 金门 马祖是中国领土 打金门 马祖是中国的内政 敌人找不到借口 而对美帝国主义则有牵制作用 金门 马祖是中国领土 射炮 马祖是中国领土 射炮 马祖是中国领土 爆炸声震撼了海峡两岸 那个时候我只有六岁了 那时候就听到我炮声 那他们听讲说炮声 以为是说阿兵哥在演习嘛 那后来 那个炮弹不得了 有火光还有声音蛮大的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我听到炮声那个时候 好像我的印象 赶快就躲到桌子底下 解放军炮机的前两个波磁 平均每分钟发射1500发炮弹 20分钟之内 顺着459根炮管 共有近3万发炮弹 约600吨的钢铁 落在金门预定目标区 密集的火力之下 金门岛顷刻之间烟雾弥漫 弹片红飞 通讯完全被破坏 国民党军指挥中断 官兵伤亡残重 正在参加宴席的 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 于大为身负重商 驻防金门的三个负责令 赵家强 吉星文 张杰 相继逼命 那么如果我们不采取这样一个行动 蒋介石在美国的压制之下 从金门马祖撤军 从当时来讲 我们就和他脱离了接触 那美国就有可能放手 在台湾搞独立 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就是要支持蒋介石 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要排除美国对于中国内政 干预 炮击金门是为了帮助蒋介石 这种默契 是不能在当时是不能言说的 823炮战是1949年后爆发的第二场台海战斗 为了保住台湾 蒋介石派蒋经国五度冒着炮火侵服前线 危机之际 蒋介石在反攻大陆计划里耗资制造的登陆小艇 终于派上了用场 7天之内运送了2万多根物资到金门 就在战事紧张的时刻 蒋介石向美国政府告急 此时 4年前 美国和台湾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 就成了蒋介石的护身符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 协防台湾 炮战发生第二天 8月24日 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域备战 并且在台湾成立了作战指挥中心 直接干涉中国内政 侵犯中国领土主权 但是支持反守金门 但是不是积极的支持 积极的支持要派兵 是不是 他没有 他只是后勤资源 因为我想他内部争执的时候有人讲 他拿了金门以后 他可能要继续地再拿盆壶 那我们是不是要跟他 兵用相见的 那倒不如我们拿一点装备支持他 让他能够在金门撑下去 一个月以后 美国的响尾射导弹 以及一门8寸榴弹炮运抵金门 但是另一方面 美国和中共代表在华沙举行谈判 美国的目的就是在台湾海峡上 画一条永久停火线 切断台湾和祖国大陆的联系 把大陆沿海的金门马祖 画在停火线以西 海峡另一边的台湾澎湖 画在停火线以东 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 遭到了蒋介石的反对 因为他认为这个金门是个跳板 反攻大陆的跳板 而且和大陆 你不管它广播机广播广播金门前线 标语写得很大 它至少是双方这个人心力维系 也可以说是个期待 你把它一切断以后 可能就失掉这种 我们还要回大陆的这种决心 毛泽东也坚决反对 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此时金门马祖的存在 反而都成为坚持一个中国的纽带 炮击金门的这一举动 震惊了世界 震慑了美奖顽固致力 在新形势下 毛泽东为了粉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决定以民族大义为重 暂缓收复金门 马祖 1958年10月25号 毛泽东宣布了单打双不打的停火安排 使台海危机暂时告一段落 823炮战是两岸最后一场大型的战斗 这一仗不但是粉碎了美国分裂中国的阴谋 而且也让蒋介石彻底明白了 美国绝不可能帮助他反攻大陆 那么没有了美国的援助蒋介石所谓的反攻大陆的计划 又将如何进行下去呢 国光计划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计划呢 请继续收看揭秘蒋介石反攻大陆计划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